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中餐百谱 各大菜系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翡翠蒸饺 饺子里的绿色秘密 姜之状来 甜品界的温柔碰撞 三 焦麻鸡丝 丝丝入寇的麻辣之母 那么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翡翠蒸饺 饺子里的绿色秘密 各位亲爱的美食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来揭开一个中华美食界的绿色秘密 翡翠蒸饺 这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饺子 而是一个蕴含着深厚文化底蕴 和创意巧思的美食杰作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翡翠蒸饺的外表 这些饺子的皮呈现出一种诱人的绿色 它们不是在参加化妆舞会 也不是为了庆祝圣帕特里克节 那么 这些饺子的绿色外衣从何而来呢 答案是菠菜汁 对 就是那个让大力随手变的强壮的绿色蔬菜 将菠菜汁与饺子皮的面粉混合 不仅赋予了饺子一种独特的颜色 也增加了一丝丝的蔬菜香气和额外的影响价值 记住我们来看看翡翠蒸饺的内在美 传统的饺子馅料多以猪肉 白菜或韭菜为主 但翡翠蒸饺的馅料则更加多样化 有时候会加入虾仁 香菇 甚至是豆腐 这些食材与绿色的饺子皮相得益彰 就像是翡翠中的纹理一样 既美观又美味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道菜的历史 翡翠蒸饺可能不像传统的水饺那样永久的历史 但它却是创新与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在追求健康饮食和视觉享受的今天 翡翠蒸饺应运而生 成为了现代餐桌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翡翠蒸饺的象征意义 在中国文化中 翡翠代表着美好和贵重 而饺子则象征住财富和团圆 将两者结合翡翠蒸饺就含祝福的小小礼物 寓意住健康富贵和家庭的和谐 总之翡翠蒸饺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是一门艺术 是一个故事 是一个融合了健康美味和文化的绿色秘密 下次当你品尝这道美食时 不妨想想那些被巧妙包裹在绿色外衣中的秘密 以及那些跨越时空的味蕾传奇 谢谢翘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姜汁壮奶 甜品界的温柔碰壮 姜汁壮奶 这道源自中国广东的传统甜品 其实是一场奶与姜的浪漫邂逅 想象一下温暖的姜汁在一个寒冷的夜晚 偶遇了柔滑的热奶 一场温柔碰壮就此上演 这不仅是一处精致的舞台剧 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精准的计算和优雅的执行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主角之一江 江不仅是个温暖身体的好帮手 还是个擅长激活味蕾的老手 在这道甜品中 姜汁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增添风味 他还有一个神秘的使命的使命 他还有的教素能够使奶凝固成嫩滑的凝土 这就好比江先生用他的魅力让奶小起心动 然后两人就此紧紧相依 接住是奶 这位温暖的女士 她需要被加热到刚好的温度 既不能太热以至于破坏了她的唇气 也不能太凉 否则她将无法与江先生完美结合 当温度控制得宜 她就会在江之的拥抱中缓缓变身 成为一个既坚韧又娇嫩的凝辱物 这场温柔碰撞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精确的化学反应 江之中的酵素促使奶中的蛋白质凝固 形成了一种质地细腻的凝土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温度和比例的精准控制 稍有不慎就可能变成一场美味的灾难 江之壮奶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味道 还在于它的制作过程 这道甜品要求厨师必须具备如同化学家般的精确 和如同艺术家般的创造力 每一次制作都像是在进行一次小小的实验 结果既可能是惊奇 也可能是挑战 最终当你品尝这道甜品时 你不仅是在享受那绵密的口感和温暖的味道 你还在品味一段奶与江之间的爱情故事 这是一场始于味蕾 忠于心灵的旅程 每一口都让人感受到甜品界的温柔碰撞 谢谢少六子的介绍一下焦麻鸡丝 丝丝入寇的麻辣之舞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道让人唇齿油香 舌尖起舞的佳佳 焦麻鸡丝 这道菜不仅是一道四香味俱全的美食 更是一场丝丝入寇的麻辣之舞 让人回味无穷 首先让我们从这道菜的名字开始解析 焦指的是辣椒 他的存在就像是一位舞台上的主角 激情四射热情奔放 麻则是来自花椒 这位角色更像是一位神秘的舞伴 带着麻酥酥的感觉 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 鸡丝则是这场舞蹈的舞台细腻柔滑 每一丝都承载着辣椒和花椒的风味 让整道菜的口感层次分离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就像是编织一场精彩的舞蹈 首先鸡胸肉经过巧手蒸煮 保持了肉质的鲜嫩 然后将煮熟的鸡胸肉撕成细丝 这一步需要耐心和技巧 就像是舞者在练习每一个动作 确保每一步都走了精准无误 接下来就是调制那令人垂涎的焦麻酱汁了 辣椒和花椒与其他调味量如酱油醋糖蒜末等混合 经过巧妙的调和就像是为舞者们打造一套华丽的舞艺 当这焦麻酱汁淋在鸡丝上时 就像是音乐响起 舞者们开始在舞台上旋转跳跃 品尝焦麻鸡丝的瞬间 就像是观赏一场精彩的舞蹈表演 辣椒的热情 花椒的麻感 鸡丝的柔滑 这些元素在口中交织 让人不禁陶醉 每一口都能感受到丝丝入口的层次 每一次咀嚼都像是舞步跳跃的节奏 让人忍不住想要再来一口 当然这道菜也是一个绝佳的话题开场白 想象一下在一个夜会上 当你轻描淡写的分享这道菜的来历和制作过程时 定能引起一阵惊叹和好奇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场文化和味觉的盛宴 是一次舌尖上的冒险之旅 所以下次当你品尝焦麻鸡丝时 不妨细细品味其中的每一丝风味 感受那丝丝入寇的麻辣之物 这不仅是对味蕾的享受 更是对烹饪艺术的赞助 总结来说 翡翠蒸饺 姜汁壮奶和椒麻鸡丝 都是中国美食中的硅宝 这些菜品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蕴含著文化创意和技艺的作品 从他们的制作过程 口感以及象征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美食的多样性和精髓 翡翠蒸饺以其绿色外表和多样化的馅料 展现了中国美食的创意和讲究 姜汁壮奶通过姜和奶的结合 展现了中国美食的精准和柔和 姜麻鸡丝 则以辣椒和花椒的麻辣附味 展现了中国美食的热情和层次 我们不仅要品味这些美食的美味 还要欣赏它们背后的故事和记忆 这些菜品是中国美食文化的瑰宝 是厨师们的心血结晶 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些美食 感受中国美食的魅力 现在轮到你了 你对这些美食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美食的无限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